Zorian Tuitu是位热爱折纸的艺术家,他创作了许多精致珍贵的折纸作品。他所使用的纸张都是古老的日本工艺制作。这些纸张在201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所以这些凝聚了智慧和传承的折纸弥族珍贵,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。然而折纸又是非常脆弱的。想要保存它们并不容易。 Zorian Tuitu巧妙地运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储存方法。让这些精美的作品完好的保存。把这些制作好的折纸作品放在玻璃罩内。美观又安全。这种保存物品的方法,最开始被运用在博物馆中。如今这些玻璃罩中的艺术品,就像博物馆中的宝贝一样。被完美地保存。 每一样作品都是精心的制作。每一个细节都耐心地打造成最好。一直在月光下仰天长笑的狼。仿佛能感受皎洁的月光铺满大地。 一黑一白的夫妻。共同守护这片她们的领地。呆萌的谢娥妈妈和宝贝。超级温暖友爱。金色迷路一家。在望向远方的天空。 期待美丽的雪花。可爱的小象庞大的身躯却不笨拙。仰起长长的鼻子格外生动了。还有这一只金色的小象。一样的充满活力。一跃升空的飞龙。正比欢呼的样子就像庆祝战斗的胜利。看到这只绿色的鹦鹉。忍不住想要跟她对话。一对且情侣。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手牵手走向岸边。 白色的迷路充满了神圣的感觉。就像精灵一样闯入梦乡。这样保存起来的折纸作品。看上去更加高贵了。